好 那你来看看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被破坏的 民进党立委联合提报新兴水泥公司 说他们将花莲的石坑紫山挖到变成了断头山 而且新兴水泥的开采权长达了55年 不用经过环平法森林法的规范 批评主管机关矿物局林务局放任不管 另外呢也发现新兴水泥的最大股东还是退府会 有立委就批评这根本是官官相护 你会觉得他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整个山林的挖掘几乎都被断头 而且呢它面积非常之大 核准的面积达到400多公顷 经济部也好 农委会也好 退伍会也好 都有严重的疏失 现在我们的环平已经实施十几二十年了 那针对这个55年的这么高的矿业期限的条款 虽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补充救济的方案 立委更提出质疑矿物局授权了新兴水泥 从1973到2028年 整整55年将近20亿吨的大理石开采权 但我国每年都有超过25%的水泥外销出口 供过于求那为何还要继续挖山头 根本是在借卖国土土利特定业者 而且森林法环平法等相关规范遇到水泥业就转弯 莫非是量身定做的帝王条款 水泥业用地或特殊案件经经济部核转 中央农业主管计划核转不在此线 那这部分是一体适用一个通案的原则 并不是这个只有只有新兴水泥 他的年度施工计划是经过经济部来核准的 那水土保持计划是花莲县政府来核准的 面对质疑政府官员们灌头式的回复 回去再调查 立委献期一个月给出答案 否则就依法办理揪出破坏台湾净土的不良业者 欢迎新闻苏宏杰王长卢台北报道